大家好 我是司徒甲大 歡迎收看這個獨海浮沉 今天很高興有三隻 價錢不多 也是近年比較人氣的耳機 我想比較一下 其實是因為推出了Acoustoon 1790 Ti之後 不少朋友將它和另外兩隻 差不多價錢的耳機比較 一隻是Fender的MIX Pro 另外一隻是Spear Lab的4.5 價錢由低數上去 1790是6800元 4.5是7800元 MIX Pro是8800元 你會說都差兩千元 其實Acoustoon原本1790的級數 這隻耳機是應該回到7800元 即是它上一代是7800元 不過因為現在日元下跌 所以它最新的定價就落到6800元 所以其實這三隻耳機 都叫做定價來說是差不多 即是中高階 今天我就會想試聽一下這三隻耳機 用它們各自的原廠線 試聽之前我們看一看三隻耳機的規格 Acoustoon HS1790 Ti的規格 單元是10mm二代MIX Composite動圈 頻率響應是10Hz到25kHz 靈敏度是110dB 左礦是24Ω 插頭是Pentacon Ear Spear Lab ASL 4.5規格 單元是14mm動圈 加4動鐵 頻率響應是7Hz到24kHz 靈敏度是180dB 插頭是2-pin CM Fender Mix Pro規格 單元是10.02mm動圈單元 加5動鐵單元 頻率響應是18Hz到24kHz 靈敏度是110dB 左礦是34Ω 插頭是2-pin CM 排面來說最多單元是Mix Pro 1圈5鐵 不過Spear Lab 4.5也不容小看 因為動圈單元有14mm 另外我第一次看到這麼低的Hz 就是Spear Lab 4.5頻率響應最低是7Hz 其他都是十幾20Hz 究竟它去到7Hz的時候低音是會怎樣的呢 轉頭就要聽一聽 就這樣看數字 你看到1790Ti可能有些輸蝕 其實不是的 它的左礦是最低的24Ω 另外它的動圈 我講過很多次 它用2000MX那隻動圈 我覺得是一隻非常高質素高分析力大動態的動圈 至於外殼方面1790用Titanium 加上它分開兩層Chamber還Chamber 接線位還接線位 這個減少互相影響的設計 彷彿優勝於另外兩隻耳機 所以三隻耳機都有各自的優勢 優勢都是指上談兵 最重要是插上耳朵聽 看看哪一隻的感覺最好 我試聽的DAP都是我手上這部 iBasso的DX320 歌曲方面都會選擇一些大腦的歌曲 例如Hotel California 塞琴的道口 湖林的暗裡著迷 和春光花月夜 一些都是我聽開 和大家試聽都會用的歌曲 我會由最貴這對Fender Mix Pro開始聽 跟著就Sphere Lab 4.5 跟著就再到1790 剛剛試完三隻耳機 簡單直接跳到它的結論 在聲音表現方面 我個人喜愛 是喜愛 喜愛這個1790 可能因為我用開這個2000MX 它的聲音表現和2000MX很接近 聽什麼歌都很舒服 很開心的聽到個人 即是很近身的一些東西 尤其是人聲 但是這個4.5都是非常之不錯 它的人聲是比較厚一點的 尤其在播現場的歌 譬如剛才Hotel California 現場感是非常之好 東西是遠一點 是闊一點的 如果你是自己玩的 聽歌仔的話 我會喜歡1790 但是如果是工作來講 尤其是會上台on stage 的話 可能這個4.5是會適合些 還有它那個14mm的動圈單元 再加上去到7Hz 可以最低到7Hz 那麼那個剛才那個Bass 我試過幾隻歌都有Bass 最底那一層是輕輕的 給我感受到多些 你說是不是很明顯的分別 因為另外那兩隻耳機 一個是18Hz 一個是20Hz 那7Hz是不是厲害很多 不是 但是最低那一層 的確是給我感受多一點點的 但都要提提你 如果你選了這個SpearLab 4.5的話 怎麼都給多一點點預算 去換那條耳機線 第一 你可以升級做4.4 第二 會更加發揮到這個耳機的潛力 它都是2-pin CM 你要找升級線 市面上有海量 帶著耳機周圍去試便可以 最後都要講講Fender Mix Pro 剛才好像沒有提到 因為我覺得它的聲音表現 好像介乎兩邊中間 如果我是聽歌仔 聽爵士 我會選擇1790 但如果我要聽現場 或者很寬闊的歌曲 我又會選4.5 Fender Mix Pro 比較放在一個中間的位置 比較中性 尤其它的定價 其實在三隻裡面是最貴的 所以如果在這三隻比較裡面 我未必會把Mix Pro 排在第一位 如果你心目中的預算是七八千元 想我一隻新的耳機 我會推薦你試了 1790 又或者Spear Lab 4.5 至於怎樣選擇 剛才我提到 比較清晰一點 動態大一點 現場感重一點 就是4.5 聽歌仔的 小調的 開心的 流行曲的 你可以選擇1790 記者們 試試看 開動 你可以選擇 什麼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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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